或许你不甘心背着编织带的男人 是嫁入豪门的郭晶晶的老公了 在一众豪门夫妻都在明争暗斗的时候 郭晶晶和霍启刚绝对是其中的一股清流 在霍家正因为争夺财产时而闹得鸡犬不宁 他们两个却不想参与 便带着三岁的儿子搬出了霍家的大宅 在搬家的过程中 这对豪门夫妻更是让人惊叹 他们并没有请搬家公司 而是全程自己动手 儿子有随行的保姆照料 一趟一趟搬完了家 郭晶晶虽然为顶级豪门阔台 但却异常的朴实 她从来不买奢侈品 拥着五毛一个的地摊头绳绑头发 穿着商 常打折买的衣服 平时脚上穿着都是百元的国产运动鞋 哪怕来个十八线女网红 看着都比郭晶晶像是豪门阔台 与郭晶晶结婚后 霍启刚也从养尊处优的豪门大少 变成了一个务实的居家好男人 经常有网友晒出 霍启刚和郭晶晶亲自去买菜 还不忘和老板砍价 有次郭晶晶和霍启刚游完回家 在香港下飞机 两个人并没有叫家里司机载回家 也没有叫出租车之类的 而是去坐地铁回家 在孩子的教育上 郭晶晶的方式也是别出心裁 当其他豪门孩子 过着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郭晶晶和霍启刚则选择带着儿子 去农村学习插秧 体验农民的不义 教育儿子珍惜粮食 不仅如此 他们还会带着孩子去洗车 做家务和大扫除 以及一起参加慈善活动等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儿子有不铺张浪费的好习惯 郭晶晶给儿子穿平假衣服 还有儿子书包有些不适合 郭晶晶也不舍得丢掉 而是一针一线的缝补好 进行二次利用 不让儿子沾染攀比的恶习 尽管家里有多位私人司机 他们还是带孩子乘坐公交车出行 平时孩子回到家 必须写完作业才能玩爽 哪怕是爷爷霍振廷来了 也得等孙子写完作业 虽然郭晶晶夫妇十分节俭 可国家有难的时候 夫妇二人万话没说 毫不含糊地捐了七千万 还亲自参加抗议工队 一起打包口罩等抗议物质 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不得不说 郭晶晶和霍启刚 两人是豪门的一股清流